人氣本地男子組合MIRROR 將會在7月在紅館舉行10場演唱會 引發全城鏡粉火速撲飛 由於一票難求 早前就有紙又黃牛當張頭牌的座位 炒到去44萬元一張門票 更有不法之徒乘機兜售假票 一個涉嫌自製演唱會假門票的 20歲姓蘇的男子 星期日商約了女買家 在港鐵長沙橫站 教授兩張演唱會門票 每張門票索價5000元 女鏡粉當場檢查後 察覺不妥 雙方起爭執 男子拿女事主6500元現金後逃走 女事主於是報警 最終男子被警方截停拘捕